郭靖战死时 黄荣为何弃城而逃 郭襄知道原因 却不再和黄荣联系 在后续之作《以天扑龙记》里 金庸学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路同时遜难 扑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是当时身在西川 呆敢去想相救父母亲人 却以为实不及 处读这段原文的时候很难理解 金庸为何要将郭靖写死 长大后才知道 金庸的武侠小说沿用了大量的历史事件 而忽必烈踏平襄阳城的历史不可避免 加上郭靖的性格已经尘埃落定 为国为民的 他绝不可能弃城而走 于是金庸顺势而为 将郭靖打造成了一个 为国捐躯的悲剧英雄 更让读者们扼腕叹息的是 不仅郭靖战死沙场 就连黄荣 郭破路也跟着迅难 郭靖 郭破路战死合情合理 但黄荣以聪慧机敏著称 他难道真的会死在蒙古人的手上吗 笔者认为 黄荣或许没有死 在郭靖战死之时 黄荣换上了平民的衣服 跟着百姓一起逃出了襄阳城 当然 黄荣有这样的举动 并非贪生怕死 而是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 这个任务就是影响后世 数百年之久的倚天屠龙计划 南宋到了末年更是昏庸腐败 随着梁草援兵的姗姗来迟 黄荣已经预知到了襄阳城的未来 为了将九阴真金和五目遗书传承下去 好让江湖后卫能够接过驱逐达鲁的战旗 郭靖 黄荣将杨过的玄铁重剑容了 加以细放晶晶 重新打造了一把倚天剑一把屠龙刀 而这一对刀剑里 就藏着九阴真金和五目遗书的秘密 在新修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秦勇学道 郭大侠夫妇将这兵法秘笈藏在一个绝顶机密的所在 领在两块玄铁铁片之上 刻上了这所在的地图 并注明进入的方法 将铁片藏入了倚天剑和屠龙刀之中 要得这兵法秘笈 须得先寻到铁片 而如何铺刀剑取得铁片 却要刀剑忽用 缺一不可 看过倚天屠龙记的朋友会知道 倚天时代的周植若 绞尽脑汁之下得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 他还从刀剑里的铁片里得知了桃花岛的坐标 最终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九阴真金和五目遗书 可见 当年郭靖黄龙制定的倚天屠龙计划看似完美 却还缺少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要安排一人将兵法秘笈放在桃花岛上 谁是这个任务的最佳候选人 是郭湘吗 他得了郭靖黄龙夫妇给的倚天剑之后 早就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川 不断追寻杨过的踪迹 是郭破鲁吗 辞职平平的他已经得了一把屠龙刀 放置金术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 显然不能再安排郭破鲁去执行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郭破鲁得了屠龙刀 应该尽快离开战火纷飞的襄阳城 但郭破鲁就连屠龙刀也无法保管好 还被蒙古人击杀于襄阳城内 以至于那把屠龙刀不断更换主人 在后世江湖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兴风血雨 是郭福吗 纵观神雕时代 郭福无疑是一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之人 他暴墓之下 灰剑斩落了杨过的一条手臂 还在古墓射出宾破银针 将刀剑传给他 既然如此 郭敬 黄荣必定不会将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委托于郭福 顽顾在城的众人 唯有黄荣极其失和 毕竟黄荣不仅足之多谋 他的武功也练到了如火纯青的境界 加上黄荣熟知桃花岛的机关陷阱 释放至经书这一环节的不二人选 黄荣肩负如此重任 怎会跟着郭敬一同战死在襄阳城 眼见襄阳城大势已去 黄荣长叹一声 然后乔装打扮一般 悄悄潜出了襄阳城 黄荣虽然没死 却和郭香老死不相往来 众所周知 郭香很好地继承了黄荣的智慧 襄阳城破之时 郭香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川 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此事大有蹊跷 匆匆赶回襄阳之后 郭香不断调查取证 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不过郭香还是收敛克制 直到自己驾赫西去 也没有踏上桃花岛和黄荣再见一面 原来郭香甚至以天屠龙计划事关重大 和日后中原的命运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蒙古人也在不断追访 以天剑和屠龙刀的下落 如果郭香按捺不住去了桃花岛 万一被逮人盯上 不仅会暴露兵法秘籍的藏匿之处 还会让看守经书秘籍的黄荣身处险境 于是当江湖群雄 寻用郭香父母下落之时 郭香只说了一句都为果捐去了 郭香的这句话替黄荣瞒天过海 好让兵法秘籍能够按照计划安全地藏匿于桃花岛之上 然而郭香找不到杨过 已是伤心欲绝 这里又无法和黄荣相见 郭香万念俱灰之下痛不欲生 如此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年 郭香突然大扯大悟 在40岁的那一年选择落法维尼 从此与清灯古佛为伴